小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英雄初少年的故事时间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饼干和围屈妈妈的系列故事 名字叫做秘密约定 有一天小饼干问围屈妈妈 妈妈 你会活到一百岁吗 围屈妈妈想了想回答说 也许会 你一百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小饼干继续问 围屈妈妈说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总归是老人的样子 小饼干说 我来打扮给你看 一会儿一百岁的围屈妈妈终于从卧室里走出来了 她没有头发 因为头发被丝袜给遮住了 她的额头上有三条皱纹 当然是用黑笔画上去的 她的腰弯得很低很低 手里还拄着拐杖 其实这个拐杖是一根长长的鞋靶子 围屈妈妈大笑过后说 等我一百岁的时候 我要化妆 我要戴上假发 我要做一个最漂亮的一百岁的老奶奶 那我会更加爱你 大围屈妈妈 小饼干兴奋地说 后来他们去散步的时候 恰巧看到了一位老婆婆的背影 她坐着轮椅 自己用手转动着轮椅 慢慢地往前移动 忽然轮椅不动了 还往后倒退了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轮椅被拢起的小石子给卡住了 这个时候围屈妈妈带着小饼干赶紧去帮忙 一下子就让老奶奶过去了那道卡 那老奶奶就回过头来说 谢谢你们 围屈妈妈赶忙说 不用谢 接着问 婆婆 您多大年纪了 怎么自己一个人 老奶奶骄傲地说 我快一百岁了 我的保姆上去帮我拿保温瓶了 什么 一百岁 眼前的这位老婆婆居然有一百岁的年纪了 小饼干一听这话 就开始好奇地观察起老奶奶来 老奶奶的额头上有皱纹 但不是三条 脸上密密麻麻的有很多 老奶奶的头发也不是没有 而是细细拉拉的只有几根 而且老奶奶根本站不起来了 她是坐在轮椅上的 还有小饼干发现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老奶奶的双手 上面有很多小黑点 像是有一些小蚂蚁一样 回家的路上 小饼干说 围屈妈妈 我不希望你变老 围屈妈妈说 可是每个人都要变老啊 就像是树叶 它的叶子老了 掉下来之后呢 还会重新长出新的叶子来 小饼干说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说到这儿的时候 都已经眼泪汪汪的了 围屈妈妈说 其实我也想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小女孩 永远都长不大 小饼干说 那我们说好 你做小女孩的时候 我来做你的妈妈吧 我给你买好吃的水果味的棒棒糖 给你买好多毛绒玩具 还有漂亮的公主裙 还有我也每天晚上 给你读好听的故事 围屈妈妈搂住了小饼干说 那我们就这么约定吧 以后我做你的女儿 你做我的妈妈 这天晚上 他们躺在床上 为这个约定 拉钩 拉钩 再拉钩 之后 小饼干抱着这个秘密约定 就这样甜美的睡着了 好了 这个秘密约定的故事就讲到这了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 因为精彩的节目还在继续